表哥…我死得很可憐 阿龍 怎麼了?怎麼了?有做過夢嗎? 是呀 連做幾晚都這樣 阿龍是我七表弟,他和師父一起混 他無緣無故寄上白紙,你可不擔心? 風頓又不代表什麼 令你每晚都在墳經德 你睡不好,我也睡不好 你看看刀,我也睡不好 沒事吧…你睡吧 自從我撈幾多棟白紙過來之後 我每晚都在夢見他悶了 整頭疼,他跟我說 你哥,你和我的新冤,你和我的新冤 可能他死了 拖拖拖拖大吉利志,你口水廣告 你的表弟聰明,人家有事我相信 他有事我打死不信 睡吧… 沒事 好,早上,早上,早上 早上,早上,三份早餐照舊 好的 爹 阿妹, 你老公昨晚做賊 棟坦的道賊 他昨天收到他表弟阿鹿的一封 無辯的信 然後晚上發夢, 說阿鹿一臉血來找他 醒了點後, 現在神神化化 說阿鹿可能死了 然後報夢來找他生冤 西洋蔡, 這件事可大可小 不要胡思亂想 很容易會弄得頭暈眼花 你不是一直都不相信報夢這件事嗎 如果真的有報夢的話 我爹娘還有報夢給我吧 誰說死人可以報夢的 我前一陣子夢到死鬼是阿麻, 說冷 沒有, 我就去墳頭看看, 你猜它怎麼樣 怎麼樣… 整大半個墳頭浸在水裡 浸在水裡 劉三, 我想前一陣子真是雨水多 你又想念那個阿華, 那就剛好得禁翹 是不是? 西洋蔡 你表弟阿鹿真的在雲南寄了一封 沒有自信回來嗎? 是呀, 雲南昆明 是郵差送過來的 復哥, 我知道你問什麼 如果不是說那封信有郵票有郵戳 不然寄到來我家裡 再說, 阿龍的字我是認識的 他小時候是我教他寫字的 他不知我才記得的 這樣, 你說會不會他打算寫一封 報平安的家書 誰知道塞錯了一張白紙 是呀, 或者是這樣 是呀, 阿鹿這人平時沒有來搭殺 是有大頭蝦的 可能他真的塞錯了一張白紙 有可能的 為什麼我想不到呢? 真的, 多謝…多謝各位 你知不知道弄得我現在… 弄得我心裡很亂 現在我真的… 整個…整個沒事了 多謝多謝, 我請大家喝… 喝什麼?喝茶嗎? 來, 你的餐飲我錯了 這麼大方? 郭哥, 如果收多這些信的話 我們省下很多錢吧 我一定比你來, 真的… 你真是說笑得這麼認真 郭哥 怎麼? 我不是在那裡, 有一塊這麼大的豬肉 我沒買過, 不是我放的 不是你放, 不是我放 誰放的? 誰放的? 這塊豬肉有五斤重的 誰會放在這裡? 五斤重的豬肉 我半年都吃不到五兩 那收檔的又是你們 那第一個開門的又是你們 是不是你們買了就忘記了? 你傻的 五斤肉, 不是五粒豆豉 就算我忘記了 我這個孤寒度老婆當然記得 你說什麼? 說什麼? 媽媽, 我知道了 這五斤肉是鬼放在這裡的 是呀, 劉嬸, 你不要嚇人了 這麼大的豬肉 怎麼會是鬼才能放進去的 阿仙的妹妹不是說 雙陽菜的表弟死了嗎? 那可能她回來報答她的 劉嬸, 我也要跟阿金醫生一起說你 就算他表弟不幸運就過了 那他為什麼不送其他東西 是要送豬肉呢? 那你問他表弟吧 西陽菜, 你不要不相信 你, 你自己想想 你這間店平時密密實實的 哪裡有人可以進去放五斤豬肉 肯定是神通的鬼 你好 平時我罵你, 罵你 表哥不是真的, 是為你好 不過你這麼年輕就走了 你幹甚麼?寄了八字過來 你有甚麼冤枉你跟表哥說 讓表哥跟你親怨吧 媽媽, 你這樣走了 我怎麼都已經在教堂了 阿龍, 你表哥在派你了 你總不跟我說 我打算給你一個驚喜 你先去報讀村王, 你先走了 我先走了, 走… 阿龍, 你放心 你整天去的路表 不可以服侍我, 陳媽越長 阿龍 你怎麼跟我說 阿龍,阿龍,阿龍 阿龍,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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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龍,阿龍,阿龍 阿龍,阿龍,阿龍,你有什麼事跟我說 誰跟你失怨?阿龍,你出來了 阿龍,阿龍 阿龍,你救我 我真的死得很慘 你知道嗎? 我就是因為要救一個姑娘 遇到了一堆三宅 我龍劍不平,拔刀相助 你也知道我平時好打就行了 一個打十個,我沒怕過 十個打我一個,我就怕了 你知道嗎?當時我洗漆了龍拳 拳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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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拳 然後來後指頭 表哥 救命呀 阿龍,阿龍,阿龍 表哥,特尾仔的膝蓋很痛 阿龍,阿龍,阿龍,阿龍 阿龍,阿龍,阿龍,阿龍 豈有此理,無緣無故 幾封白紙過來 你知不知道弄得我沒口好吃 沒那麼好睡 表哥,那怪我嗎? 這封信是我過幾月前寫的 我說我最近會回來省城 怎麼回來了?那封信 還原封不斷放在油箱裡 拆都沒拆過 那你說是否生氣氣氣氣氣? 那我一生氣氣就換了白紙進去 作吧 作吧,繼續作故事,找鬼信你 表哥,我沒作的 來… 封信上不是有油瘡嗎?你看清楚 有油瘡,看到沒有? 來吧,來,來 各位 他說的可能是真的 我之前聽金醫生說 說信箱有封信擺放很久了 我都說了,你弄錯了 什麼時候叫你起來的? 各位 好,這一塊我原諒你 我現在說另一塊 你幹嘛拿五斤豬肉來裝鬼 嚇嚇表嫂和我 說起這一點,我更激氣 我花這麼多錢 買五斤豬肉送給你們當手信 你們是當鬼送的 那誰是人都被你激成鬼了,是嗎? 那…那你直接送給我就行了 你幹嘛放米缸? 盧表,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你很聰明的 你忘了我有你的店鎖匙,對吧? 我打算給你和表嫂一個驚喜 驚喜,知道嗎? 你… 可能你這次也是拖怪他 你說的都是真的 老表,你不是吧? 這樣還沒相信我?好 那我繼續跪,跪死我為止 不用了,起來… 謝謝表哥 阿鹿 表哥 表哥,我是掌法分明的 錯的話,我承認 被人打我,我站住 這次可能錯怪了你 不好意思 表哥 這樣說就是你知錯了嗎? 是呀 那你可不可以跪我呢? 我跪你的死人頭,跪 跪 跪 別人下來 別人,別客氣 不要緊 小哥 我幾天在這裡做表叔 表月就要擔心 怎麼樣?想做表叔? 你的人沒來百分 我願意讓兒子認你做表叔 你怎麼知道這個就是兒子 我身材是什麼人?什麼品種? 我想生女兒就生女兒 我想生女兒就生兒子 不小?看著 這個品種真是很大 來…生兒子… 謝謝 這次來廣州山城是不是基叔叫你過來 你去問阿貴吧,就被基叔趕出來吧 我怎麼被基叔趕出來呢? 你這麼說還不追賣你? 一定是被基叔逐出師門吧? 你怎麼會逐出師門? 我是他入室弟子 你還說的話,我沒說謊 豈有屁股,基叔知道你身材什麼人 會單獨派你出來說以後做事? 你來吧,說 我說 老公 其實我基叔得很慘 你知道嗎? 老鄉那裡一天天氣降 我就要起來 要打仗 打完仗,然後打拳 不是打仗,又是打拳 一天只要讓我吃兩餐 餐餐不是大白菜,就是炒小白菜 不是小白菜,又是炒西洋菜 餐餐只是吃白粥,我真的很慘 那些都是人的生活,表哥 你怎麼會吃? 什麼?基叔那麼黑薄嗎? 是呀,基叔真的那麼黑薄 表哥,你知道,我以前胖得像一隻包 你看我,像一隻排骨一樣彈琴 你試試摸摸摸摸摸摸… 可以… 整隻排骨彈琴也行 可以了 不知道哪句真是假的 我對天發誓,我剛才所說的 全都是真的 行了…不要發誓了 你這傢伙發誓就當吃山菜 既然來到省城了 你怎麼有什麼打算 畢哥,你放心,我不會打擾你們 我早就在街口的旅館 租了一間房間下來 然後再去找東西做 找東西做當然要 你這傢伙有什麼資料我不知道 還有我吃三賓的 我警告你,你找來找 你不可以用石巷賭食 不然我… 是什麼? 放心,就算你不說我也不去 不過那間旅館挺貴的,不如… 好啊 你知道我說什麼好嗎? 你想我搬來這裡住嗎? 說笑了,真是當真,真是 來…吃吧…來…喝吧… 有空嗎?過來吃飯,知道嗎? 知道了 表哥、表嫂,不用送了 我讓律師後的兒子 好,早點休息,踢幾乎去找工作 行了…我知道了,走了 臭小子,說走就走,真是無尾飛駝 你又要怎麼擔心他? 你這個表弟是出來招攝世界的 你真的一點都不喜歡他? 我為什麼要喜歡他? 我和他倆老表,他來省城 我當然要招待他吃了 對了,臭小子很難做的嘛 你想不想聽真話? 當然要聽真話,難道你騙我嗎? 你想想,你的表弟來廣州這麼久 什麼樣又不來,那樣又不來 你又為什麼? 他…他是不是生氣了我? 你以為他三對弟弟嗎? 他生氣你絕對可以不懷疑你 又或者罵你 據我說,他端端就來貼著你 想找你賺錢 是呀,你想這麼多事幹什麼? 是,他沒來責責,但他很聰明 他賺錢絕對沒問題 他比我更厲害,貼貼貼 懂得的確說我一點 他甘田來奪,貼貼很厲害 不是呀,你聽我說… 還有什麼好說? 是他那樣貼貼,誰有賺錢絕對我 他用老表,我當然是貼著他 我不知道他貼誰 我貼著就賺得好 一貼… 行,兩艇仔,一盤底 不是呀…一個艇仔,一個盤底 一艇仔,兩個盤底 又不對,兩個盤底 我也說錯了,隨便… 行了…都行 你去哪兒打哪兒 你想什麼,我們吃什麼 好,去吧… 神筆守舍似的 福哥,醫生,為什麼今天不坐下來 我嗎?有人約我,我幫他看病 所以要回去等他,福哥,你呢? 法仔有人叫他出海 那就沒人看店了 對了,阿西雄財 很少見你神筆守舍 在想什麼? 他還有什麼想法 就在想他的阿陸表弟 對呀,人家換到別的地方 沒跟他說,他就心裡吵吵吵吵 阿陸是聰明的,不用擔心他 那我先走了,待會幫我送過去 好,幫我送過去… 一樣… 有… 送過去… 七雄財,你老婆粗身大小 做事不方便,你要看著 知道了,可以幫忙 做事吧,做事要幹什麼 謝謝 太好了 小子,你不是跟人家做事嗎? 怎麼回來了? 我和朋友聊幾句而已 對了,福哥哥哥,剛剛走了 你吃什麼?坐… 照教就行了 好,麻糬了,謝謝 好,謝謝 好心事嗎?和阿香有爭執嗎? 比你還要,你又爭執 還要大?你跟別的女生看? 你說什麼?要不打你 我跟你說笑,你這麼大反應 你爭執,你爭執,你爭執 你爭執,你爭執,你爭執 什麼事?什麼事? 真的嗎?我是有心事 我跟你有關的 阿弟,我跟你說 我做洋行的時候 你還押著開朵褲 你想耍我?沒那麼容易 我跟你說真的,好嗎? 說什麼?說什麼? 剛才我朋友跟我談生意 來 謝謝… 那你提起呢,看到你的表弟阿鹿 我在想要是否跟你說 你說,你一定要跟我說 不然我…我…我會生你,跟他說 我跟你說,你不要扯火 扯什麼?你說吧 他說是陳彤,看到你的表弟阿鹿 你說?你跟陳彤… 小聲一點 你老頭真的不喜歡他 你讓他知道,你更壞 你朋友真的看見阿鹿在陳彤叫姑娘? 我不是叫姑娘,我在這裡逃遜 你怎麼搞的? 幹什麼?什麼事? 媽媽,我打死一隻阿鹿而已 沒事了…你們回去做事 嚇死你了… 沒事了 阿仔,馬上跟開一陣洞 阿叔,來了很多美女,進去嘗嘗,好嗎? 進去嘗嘗,好嗎? 這個聲音… 我們最近遊了一批新貨 哥哥十八歲,幫幫忙,好嗎? 來… 有玩到 阿叔 阿翔,你怎麼做不做呢?做貴公? 叫我阿叔,是嗎? 你有事這次我… 我對不起,兒章爺媽,真是… 你不要這樣… 不要…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你有事這次我… 我對不起,兒章爺媽,真是… 你不要這樣… 不要… 你不要這樣… 可不可以嗎?爺爺妹在我身上 跟我走 走呀 表哥… 表哥,叫上阿叔的,這麼生氣嗎? 我叔叔縮你的頭,阿叔 我叫你去找工作嘛 你真是有人做貴公,你… 表哥,你怪我嗎? 阿媽,你又是你說的 你只是不讓我把玉石砍倒玉石 那我現在就找工作了,有錯嗎? 你做貴公比倒玉石壞 你一天生小孩沒死分的,知道嗎? 阿媽… 你哭什麼? 阿媽,表哥他哭了 有事不讓我做事,有事不讓他做 他想餓死我 阿媽,我對事不讓他做 你這件事不讓他做,那件事不讓他做 你叫他做什麼? 阿媽,阿王死我了算了 其實你不用她到處找工作嗎? 阿妹現在重生大小,又做不到工作呢? 阿媽,你不如叫他回當家幫忙吧 阿媽,你不要難找我表哥了 我表哥很怕我表嫂 你就這樣叫我回去 豈不是難找死我表哥而已 阿楠,你看他多善解人意才行 我又覺得你這次做得有點不對 行了…別管我一句話 對,其實我想過就叫他回來店裡幫忙 是嗎? 但表嫂帶我去搞些事,讓我想辦法吧 表哥,想辦法?你不是吧? 你是男人嘛 你怕老婆怎麼會發財的? 阿孫,當我剛才的事別說了 Kendo 家裡誰說事? 家裡是我說事 你表嫂也要聽我的 我說要你在店裡做就在店裡做 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表哥,我突然覺得你很有男人味 你就是說我有臭糊了,我死了 你真是死了,你真是死了 不是 就是他,扮最紅樓的人招搖撞騙 兄弟,玩玩而已,不用認真了吧 玩?揍他 揍他,揍他,揍他 揍他… 你不出去看看 哥仔,你何時留得這麼固滑? 我新人出去做,你還穿著開 我是浪父 你們兩個人蜜貓咪,你以為我不知道 說,這兩個人用了多少錢請回來 你在說什麼?我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不要救命,站住 你真的不去幫他嗎?被人拆骨 你們兩個不是蜜貓咪嗎? 都說了沒有 你別打他… 我回來了 搞什麼?搞得這麼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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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跟人打架嗎? 不是打架 對了 老婆 我們最近在店裡看我踢了腳 是不是要請人回來幫忙呢? 我肚子越來越大 你怎麼會這樣幫忙也很正常 你想說什麼? 其實我今天見到阿鹿,他… 我明白了 你搞這麼多事 就是為了幫你那個阿鹿表弟 他這麼大的人都不三成 經常把蘇頭糞給你 是呀… 所以我想了一個計劃 我們店裡看人嘛,我們就請他做事 一來,他可以幫我們 二來,我盯緊他 我盯緊他,他不會這麼重,是嗎? 不行 為什麼? 你別忘了 你以前跟他做的玉石行生意 他沒有讓你彈一分甜不特地 他連累到我們的桌刀行也沒有了 舊屎的事,但幹什麼呢? 再說那件事,與他無關 太子冰已經是罷了他 懂得吞飢還吞飢 你叫他來泰刀,絕對沒可能 不是呀,你… 你幹什麼?你沒什麼? 來… 好,不看…看這件事… 來,老闆 我怕踢我了 來… 阿鹿,阿妹也是一時火遮眼 才說那些話而已 你不用真的要走 說真的,這次原本我可以不回省城 但是因為之前做了太多 對不起表哥表嫂的事 表嫂現在在戴肚子,沒人幫她看檔 我這次只是打算將功補過而已 但是她說得這麼討厭 我留在這裡有什麼意思? 我聽人家說 那些大肚子和孩子的脾氣特別燥 行了…法仔,你有心,謝謝你 不是呀,你真的要走嗎? 行了,法仔,你不用勸我了 記得要向我表哥說一聲謝謝 別吵了 不如再接一招吧 再接一招? 大肚子,其實衛心局來這裡不遠 為何端領聽我? 反正我去開頭,順便送來吧 你幹什麼… 幹什麼? 衛心局在那邊,你為何會走這裡 忘了跟你說,我還要回港海拿點東西 好,兄弟 我三天沒吃過飯 你救救我,我嚇死我了 你三天沒吃飯就喊得這麼大聲 走開,別擋著這條路 你沒有喝醉 你神經病,小心 哪 avoid嗎?別拖鑑 對啊 不行…你救命呀 救命呀 真的要救命呀 誰會是人呢 阿龍? 我絕對不會阿龍,你別拘捕我 阿龍,你知道我表哥在招 mnie 你你真的褲子真的白癩嗎? 我絕對不是虛騙你,你別抓他 你還說不是? 趕緊給我回去見,表哥 sagt啦,agan不開 什麼事呢,什麼事呢? 不行,加多兩錢就在動了 捱捱他吧,來… 表叔,我真是騷擾腦 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表哥 雖然我幾天沒有吃飯 幾天沒有洗澡,但我不會死 就算我死,我也不會連累你們 你千萬不要告訴表哥 對不起我,我對不起你們,表叔 很可憐,我要斬了,你別拉我… 誰呀,妹妹…等我,妹妹… 表叔 給我放開 你臭小子,你臭小子 是嗎?扮黑衣,表嫂 你沒死過嗎?拍薑拍給你,還不相信 不要再罵他了,其實與他無關 這些事是我想出來的,要罵罵我 法仔,你耽誓不偷吃 你這傢伙想得出什麼?一定是他想的 不是,其實我… 法仔忌,你怎麼跟他揹個鑊 是真的,這些事是我想出來的 你做… 行了… 我想的…與法仔無關 好… 難得我扶不上席 什麼人是做什麼事,怎麼辦都沒用 臭小子 你隔著這尾就知道我屎屎屎屎屎 你想博表叔同情吧 拜託你不要用這條計劃 這條計劃我以前經常用的 不早說 你暗暗的說什麼? 別讓我猜死,這件事又關你的事 幹嘛燒我回答?這件事怎麼關我的事 我現在就罵他了 鬥斷與你無關,你這樣對我都在維護他 我維護他?你想我怎麼樣? 在那裡吐吐吐吐他嗎? 還是…還是拿個紙袖聲給我? 不要… 你很老的泰港臺 你竟然圍得到外人 你怎麼會這樣對著我? 你以為我不讓他回家,是為了我自己嗎? 我為了你們泰家而已 你別讓我猜死,他這次回來是絕對有目的 竹聲聲,我再跟你說一次 阿龍不是外人,是我表弟 還有,雖然他死了這麼重 但是他為人是善良的 我們蔡家善良,我不讓你這麼說 是… 你們泰家每個人都是善良的 是我對惡毒,是我對不好,行不行嗎? 你麻煩了,好了 不要吵了 曉嫂,今天我騙了你,是我不對 跟你說一聲對不起,希望你原諒我 但是我告訴你,我不是壞人 我絕對不是壞人 我也不會害我表哥 你說我來這裡有目的嗎? 好,我走 我保證以後再不踏入這個大院 和這間屋半步,對不起 阿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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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說 阿龍,阿龍,阿龍,阿龍 阿龍,阿龍,阿龍,阿龍 誰呀? 阿龍,你快點去那邊 來吧… 幹什麼… 你快點看看,真是誰 他突然突然發現,導演突然咳嗽 你買東西在真人台 他突然突然發現,導演突然咳嗽 怎麼樣?什麼事? 妹妹,西洋翠他急性肺炎 什麼? 我這裡又沒有好的消炎藥 這樣吧,我去叫福哥和發仔計例 一起送他去電院,好不好? 謝謝你,那也行 來,等等 你現在要走 行嗎? 這就是我,我們… 不行… 我要走… 不要動,不行… 人家都已經照顧西洋翠類 這樣做,不行吧? 對,你們先坐下… 你要顧著肚子裡小一個人 不是,不是說這陣子不開檔嗎? 為何又一個人走來開檔? 不開檔怎行?這幾天他短,也要洗天 我們的街坊盯了一些 你也出去借一些 對了,熬完這幾天,等西洋彩出院 就一天都替光了 來,拿著過來 小心 昨晚伊丹說到了 說得像胎的肺炎反安覆覆 我擔心這幾天 阿抹,這樣吧 你現在先回家休息 好,檔口那些事我們三個一起做 輪流做,你休息好了 再回來收拾後 一隻這樣做,做到西洋彩出院 好不好? 那怎麼行? 你們一來又要賺錢,又要開工 二來督檔的事你們不在行 我怎麼可以再麻煩你們 你們的心意,我心靈了 恩妹也說得對,做竹檔,我們不在行 不如這樣吧,我們一有空就過來幫忙 那就可以減輕一下她,好嗎? 唯有這樣吧 恩妹,你坐… 我們來老爺 坐一會,我們搞定了 爸爸,早安,恩妹 天才曼曼光就來開檔了 我戴著肚子冷到慢一點 所以就倒一點開 真的辛苦你了 先開檔 好… 請問這裡賣菜租行嗎? 是呀…什麼事? 你是不是在工作? 你呢? 幹什麼? 六位娘,是這樣的 我們今天在這裡幫忙做事 收拾頭收尾,搞衛生 吃完飯後,飯館我們自己也要洗 六位娘,這些飯錢 找區局這些飯錢要給我打糕節 所以我就是不知道誰 這種事也有 妹妹,做這些事,我是做不來的 你不如問大院的街坊 有沒有人來幫忙 怎麼樣?這麼好談嗎? 是呀… 福哥,飯館記,你們來得正好 有什麼事? 妹妹剛才跟我說,你看 蔡宗行前前後後,搞得奇奇利利 她一來到,覺得很奇怪 她問我有沒有幫忙做過事 幫她打理,我說沒有了 那你們兩位有沒有來幫忙? 沒有,我和福哥一早出去了 現在才回來的 是呀 不是你們那是誰呢? 好,金醫生 你這麼做好心呢? 除了你沒有另一個 你別不承認了 霍哥仔, 如果是, 我當然帥 我想起了, 應該是阿鹿來幫忙 表哥進了院, 這個檔口表嫂搞不定 阿鹿想出頭, 表嫂不高興 他唯有靜悄悄找人來幫忙做點事 就來吧, 是不是? 沒理由, 我和福哥送去碼頭搭船 怎麼叫人? 想來想去, 只好是你, 金醫生 行, 你要睡覺吧, 你有心不想 來吧 連續幾天都是這樣 不過金醫生和法仔的又說不是他們 知道是誰嗎? 是誰?你出來吧? 出來吧 你為我們做那麼多事,我很感謝你 但為什麼你不肯出來見我?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是誰 你是阿鹿嘛 你別忘了 金醫生和福哥他們 是沒有我當成一個鑰匙的 之前你們拿到當成一個鑰匙 放到五斤的豬肉在米缸 你也出來了,出來了 是呀,出來了 行… 是我…有鑰匙你也知道 你說吧,你來的鑰匙到底想怎樣 想怎樣?我… 我想謀罪這間菜章行 然後罵兩位表哥,大陸開心了嗎? 站在這裡 你和我的話還沒說完 你也說我不是好人,那幹嘛說? 我想問你幾句,你要老實地回答我 問吧 你又懂得滴,又懂得玩肉器 為什麼你不去做其他事 偏偏要來我們築檔呢? 還不用問? 開港也說打死不離親兄弟 上陣不離父子兵 我來菜章行就是想和老表一起打天下 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菜章行是我們夫妻的心血 我早就知道了,表嫂 我和表哥的志向絕不是在菜章行 我告訴你 我和表哥一定要成就回大事業 你想想,表哥又有本事 又聰明又聰明,還要這麼英俊 我和你兒子,我們倆一定能成功 你說你表哥又本事又聰明 我很認同 不過你說他很英俊 表嫂,不是吧? 你和他在一起這麼多年 你怎麼不覺得嗎? 行… 粗身大小,來…坐… 走… 讓我慢慢跟你說吧 表嫂,從小到大我最仰慕就是表哥 你知道嗎?他應盡瀟灑 玉樹臨風,膽大心勢 中情足… 行… 說動點 重點 重點就是我想跟表哥混蛋 我們兩個強強聯手 你想想,正所謂夫妻雙雙… 不是…應該是兄弟雙雙,就依錦幻香 想起也開心 你覺得你這個表哥會發達嗎? 當然會,表嫂,你想想 表哥剛出省的時候 像蕃薯一樣,比我還要醜 你看,現在不同了 有菜竹行 還要想一個這麼漂亮的老婆 一定會發達 不是 真是好,原來靜雞雞幫忙 蔡竹行的那個是阿鹿 聰明 三人菜,見到了 好花吧 看來你肺炎,病得著事,病得好 福哥,你真是說得有道理 這樣吧,你也得過肺炎 可能大虎大龜 不…你得過… 真是,真是,真是 表哥 你倆兄弟一起混蛋,我不反對 不過你心裡不可以定表哥 因為我也是泰多行的老闆 說得對,表嫂 以後你只當絕對不走西 那如果你表哥指你呢? 當然聽表嫂好了 你倆兄弟 你說句表嫂吧 選手